第一个跟着郭德纲学艺的人竟然是张云雷 别看郭德纲总是称呼烧饼为儿徒 但最早投奔郭德纲的是张云雷 而那时张云雷只有10岁 之后2003年 曹云金和云伟 潘云霞三人来到德云社 2004年 岳云鹏 孔云龙和烧饼加入 所以说 郭德纲2005年大火之前 跟着他学艺的只有这7人 其他人 比如说鸾云萍 李云天等等 都是后来加入的 如今20年过去了 这7个徒弟虽然走了3个 但留下的那4个各个大红大字 首先是岳云鹏 虽然他当年是郭德纲徒弟中 最不受重视的存在 但现在却是德云社的票房担当 其次是张云雷 作为当红流量小生 他不管是相声还是唱歌 都深受观众的喜欢 最后是孔云龙和烧饼 两人虽然没有岳云鹏张云雷影响力那么大 但在相声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特别是烧饼这几年参加几档综艺节目后 更是吸收了一大批娱乐粉 只有两件可选 他选的是这个 哦 您当了 可能你是当口了 这是什么反转 虽然说烧饼 岳云鹏 张云雷三人 一直陪伴郭德纲至今 但这期间并非一帆风顺 烧饼曾差点跟着曹云金一起离开德云社 最后还是烧饼父母紧急拉着儿子 到郭德纲面前道歉 这才继续留在了德云社 张云雷变声期间突然离开德云社 有人说是因为嗓子问题 不适合再说相声 也有人说和潘云霞一样 与郭德纲夫妻产生了矛盾 因而离开德云社 至于岳云鹏因为太笨太能吃 所以被人怜悯要求开除他 正所谓阳光都在风雨后 如今他们也成为了德云社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是郭德纲所有弟子中 第一个离开德云社的人 正在说话的正是当年大家口中的相声天才潘云霞 他是最早跟随郭德纲学相声 同时也是第一个离开德云社的人 2005年郭德纲一夜爆红 潘云霞却在这个时候选择了离开 为此不少人猜测师徒间是否发生了矛盾 要知道潘云霞除了郭德纲的徒弟外 还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王会的远房表弟 如果没有太大的恩怨 潘云霞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离开 关于这个问题 潘云霞虽然给出的解释是 父母不同意自己说相声 但从他早年发文内容来看 最根本的原因是与郭德纲夫妻闹得不愉快 按照文章所说 潘云霞来北京本是学影视的 结果没有好的学校就跟着郭德纲学了相声 另外作为王会的表弟 潘云霞刚进德纲社的那段时间 郭德纲对他非常好 可是后来就变了态度 对他和曹云金非打即骂 最关键的是郭德纲收了他5000块拜师费 却没有收他为徒 表姐王会对此不仅不管 还一门心思偏帮郭德纲 这让潘云霞非常生气 于是将事情告知父母后就离开了德纲社 就是都死破脸了 两家人都打起来了 潘云霞父母都找这个 这个 王老师了 找完他就问他 都是亲近 你怎么那么欺负人呢 怎么地的 对此李正也在直播间透露 张云雷当年离开德纲社 也是因为和郭德纲王会发生了矛盾 虽然说倒餐会影响演出 但越是这个时候 郭德纲越应该把张云雷留下身边 比如说陶阳 至于张云雷为何又回来 主要是因为没钱了 这从张云雷的采访中就能看出一二 另外 至于为何说潘云霞和郭德纲夫妻彻底闹掰了 还因为潘云霞现在对曹云金的态度 他不仅多次做客 曹云金直播间力挺曹云金 还拒绝承认郭德纲是自己的师父 郭先生是你师父吗 郭先生不是我师父 郭先生是我的开盟老师 郭老师 有人可能会说这没有什么 毕竟潘云霞没有正式拜师 但潘云霞一直承认李经是自己的快板老师 两种态度说明一切 郭德纲到底有没有偷到戏服 当年文化馆议工作人员找到杨志刚去包 郭德纲偷了自己的戏服 于是杨志刚就把郭德纲叫到跟前询问情况 虽然说郭德纲一再强调 去储藏室是为了帮演员找衣服 而且身边还有张金来先生 可是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还是让郭德纲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不过这也不是郭德纲第一次被诬陷了 早年间郭德纲就被天津相声同行指责 透露老先生演出视频教导自己学生 特别是苏文茂和赵金生两人 直言郭德纲不厚道 然而郭德纲对此事件的解释是 视频不是他录的 而是一对兄妹给他的 而且收到录像的不止他一个人 就算怪也怪不到他身上 再说了相声本就已经落寞了 如果再藏着掖着 只会让严峻的相声市场雪上加霜 正因为如此 灯射的所有演出 郭德纲都不禁止观众拍照录像 至于为何很多人对其的人品表示质疑 主要源于灯射前成员潘云霞的一段小作文 从潘云霞的控诉可知 郭德纲早年带着他们偷过不少东西 正所谓无风不起浪 再加上郭德纲在文化馆经历的种种风波 于是就有人对郭德纲打上了小偷的标签